我能做的我都做了 我没有打人 难道这样也要负责任 我已经收到检察官的传票 我也收到了 我们一起去找律师 看这样怎么处理 律师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我爸爸被他们四个人害死 现在在九群之下肯定不能瞑目 所以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让我受到惩罚 那是当然的 不过你一定要把所有情况都告诉我 我想确定的是 他们四个人里面 包含那个女孩子她有打人案 虽然湛小红她没有打人 而且还是她抱得紧 不过他们都是同一挂的 不管是湛小红 陈阿姨 林三郎 蔡史 他们全都是打死我爸的凶手 我一定要告他们 吴律师 我拜托你 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我知道了 我一定帮忙你的 只要你肯帮忙就行了 谢谢吴律师 谢谢吴律师 在刚刚演出的个案里面 陈阿姨这群人因为血气方刚 几个人联手痛欧剧中的人物林赞 导致对方不幸丧命 但是同伙的詹小红 她没有动手打人 而且还帮忙劝架报警 她能够算是共犯吗 再者 林三郎虽然没有动手打人 但是她却在一旁把风 而且还出手拉了这个死者林赞 她要负担法律的刑责吗 广告之后 我们邀请到朱瑞娟法官 为您做精辟的剖析 别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法律生活补给站节目现场 刚刚大家看过了剧情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到法官 还有法律系的学生 一起来讨论有关于共犯的问题 首先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 朱瑞娟法官 朱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是来自台大法学院的 冯彦琪同学 冯同学您好 主持人好 法官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相信冯同学跟我们一样 看完了刚刚那个剧情之后 也会有一些疑问 想来请教法官的 其实今天我们都看过这个剧情 发现这个人物还蛮多的 里面有打人的这一伙人 像是陈阿姨 蔡史 林三郎 张小红等等 这四个人 他们当然是动作都不一样 有些人有打人 那有些人是担任把风的工作 那另外呢 还有人就是去报案 劝嫁等等 但是他们是四个人同一伙 他们这个责任都是一样的吗 是不是一定要一起来接受这个法律制裁呢 我们在谈这个多数人的行为 要不要一起负共同犯罪的责任的时候 可能要先了解一下共同犯罪的意义是什么 那么实务上会用两个标准来检测 主观上可能要判断这个多数人呢 他是不是有共同一起去做这个犯罪行为的决议 例如呢 常见的这个买凶杀人 买凶的这个人呢 实际上他并没有下手去做杀人的动作 但是呢 他有要以这个杀人的这个行为来作为他自己犯罪的意思 这个时候他可能也会成立共同杀人罪 那么客观上呢 指的是这个多数人呢 会透过这个行为的分工 角色的分配 那么协力来完成这个犯罪 所以不管你做的是这个犯罪行为本身 或者是呢 这个方便这个犯罪行为的完成 或者是呢 这个降低他可能被发现被逮捕的可能性 甚至呢 是去排除这个犯罪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 那例如呢 我们这个案例中的这个三郎 他做的是把风的工作 那在旁边看有没有警察来 甚至呢 在被害人反抗的时候呢 他出手去拉住被害人 让其他的这个两位这个被告 那么下手来完成伤害行为 这个时候呢 林三郎虽然没有自己亲自动手打 他也会成立这个共同的这个犯罪 那么陈阿姨跟蔡史两个人 那么实际上已经有 这个犯罪的翻译联络 那么实际上呢 也已经下手实施伤害的行为 那因此呢 这两个人 那么要负这个刑责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刚刚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剧情 其实就是有四个人来同伙 能不能要打一个人 等于说对他们 因为里面他们还有一点点做一点分工 那个像我们这个冯同学是法律系的学生 你看完之后我们看到这个詹小红 他在里面这个角色也蛮特别的 他虽然是同伙 但是他没有动手 他是劝架的 而且他还去报案 就叫他们不要再打了 你对这个角色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那我想请问一下法官 像是詹小红 那个他不但没有参与到 反而是在旁边劝架 甚至于是联络警方来处理 那这样子也算是共同证犯吗 就小红的部分 我们可以这个回忆 这个刚才影片中的这个片段 小红在一开始 这个三郎以及蔡史阿姨 他们三位在行车纠纷刚刚发生的时候 三个人已经一起讲好 这个要给对方一点教训 那么要这个给他挤全 那么出于这个伤害的犯例 已经有这个谋意 甚至呢叫三郎在旁边把风 那么小红呢 在初始的时候呢 也有说不要 要并且呢 这个出言 劝阻 因此呢就这个 共同犯罪的决议这个部分呢 可能看不出来小红 有要一起 这个为伤害行为的意思 那就客观行为来判断呢 在实际上 这个 共同的行为人 已经下手为伤害行为的时候 小红不仅有劝阻 那么并且呢 这个还离开现场去报警 所以就客观的行为来看呢 这个小红呢 也没有客观的 伤害的实施行为 是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剧情 看到这个林阿姨这个部分呢 这个阿姨她是带头的人 而且她拳打脚踢 这个动作是最为严重的 那么另外蔡史呢 在旁边只是小小打一两下 那么我们还看到一个林三郎 她是把风 那么她也偶尔也拉住这个死者临赞 这三个人动作都不太一样 未来受到刑责是不是也不一样 那么尤其这个量刑的标准呢 应该怎么来看呢 虽然呢 虽然呢在实务上 平价为这个共同证犯 那么也不一定 这个会将全部共同犯罪的人 都处以一样的刑度 那法官在审判实务上呢 会依照这个 每个人他下手 这个实施的行为的情节 或者是呢 这个他们在犯罪 整个集团里面 他的主导性的高低 甚至呢 或者是这个犯后的态度 都可能会影响到法官的良心 我们这个冯同学刚才看这个剧情 尤其这个里面的 这个剧中人物呢 有我们看得到 他演出来的感觉 应该是一开始 应该没有要聚他于死地 那后来可能就是 他这个被害人 就是在医院身亡了 那么有时候可能因为 你这个用意不同 应该是 最后这个判刑的这个结果 应该不会不太一样 对不对 像林湛 他被差异这群人 原本只是围殴受伤 但是却送医之后不是死亡 那其实陈阿姨 他们一开始只是想要给 林湛一点颜色悄悄 想要打伤他 教训他 可是这样子 最后却造成林湛 他的死亡结果 那这样子 这三个人的情责会加重吗 法官在做犯罪的评价的时候 这个如果呢 行为人是基于伤害的犯译 那么也确实造成 伤害的结果的话 那么他自然要负伤害的罪责 那但是本案呢 这个行为人出于这个伤害的犯意 但是呢 竟然造成了一个加重的死亡结果 这个时候伤害的行为 跟死亡的结果之间又有因果关系 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法令 有明定 这个伤害致死的这个罪名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这个陈阿姨以及蔡史及林三郎 这三位就基础的伤害行为 有共同的这个犯罪的决议的这三个人呢 就必须要负伤害致死的这个罪责 我们一般刑法的伤害罪 它的法定本刑 最重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如果是伤害致死 那么他最重可以判到无期徒刑 或者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么现在里面看到我们现在林三郎 他是算把风者嘛 那另外还有这个詹小红的部分 就是劝驾 最后还去报警了 不过最后就是 发生一个情况就是林三 最后是意外身亡了 那这时候他们是要为这个死亡的 结果负什么样的刑责吗 如果呢 多数人是共同犯罪 他们就基础的伤害行为 有犯益联络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一旦有加重的结果出现 对于基础行为 有犯益联络的这些行为人 就要对那个加重的结果一起负责 那么本件 虽然弄不清楚 这个林湛他后来伤重 这个内出血 死亡的那一拳到底是谁打的 但是由于呢 阿姨以及蔡史和林三郎 三个人 对于基础的伤害行为 都有犯益联络 因此呢 三个人都要对 这个加重的死亡结果来负责 那么其实冯同学 我们看这个剧 如果我们把它衍生到 这个社会案件上面 有时候像这个剧中演示 他不是蓄意致死 那么其他有可能 有些歹徒很凶狠 他就说 我就是要 制这个人于死地 那这些情况也就不一样 对不对 就假设 像陈阿姨这群人 本来就想要陈兄 都很有蓄意 想要把林载给打死 那请问在法律上的认定 法官要怎么要来判定呢 在整个 这个群体纠纷的过程之中 行为人 那么出现了 这个杀人的犯益 那么他当然就要负 这个杀人的 这个罪责 因为我们刚才提过的 这个伤害致死罪 它是要以 它的基础行为 是出自 这个伤害的犯益 那如果你一开始 是想要 这个置对方于死 或者是呢 对方死亡 也不违反你的本意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应该要负 这个杀人的罪责 那实务上在判断 这个行为人 有没有杀人的故意呢 会从 这个 下手的轻重 或者是他使用的 这个 工具 甚至是 这个伤害的多寡 以及攻击的部位 来做判断 好 非常谢谢朱瑞娟法官 没有精彩的解说 还有冯同学的提问 让大家对于 共同正犯的定义 还有共同犯罪 会有什么样的罪行 都有比较完整的了解 法律生活补给站 这个节目 就希望能够解除 您对法律的种种疑惑 让您更了解法律 感谢您今天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群体行动时 千万不要盲从 发现状况不对的时候 经劝阻无效 应该要尽早抽身离开 以免呢 伤害了他人 那么又是自己面临 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